老師還有各位同學 吳安 對不起我今天是我第11場的演講 所以我已經有點體力不計了 我年紀每天都講 在不同的地方有步道會 我已經很努力的推了 但是華盛這場 你們請我的人真是 非常有毅力的持續的糾纏 我其實剛剛退休 所以我還很不適應 我才處於這種痛苦當中 因為我以為退休就可以休息 但是退休實際上是更累 因為就沒有藉口去推掉別人的要約 因為以前要上課 要做研究 要繼續開會 然後現在就完全都沒有了 所以就 我想我都過了這個 下個禮拜 我下禮拜還有好幾場 我下禮拜晚了以後 我應該可以過一個比較正常基督徒的生活 那我 你們請我來 我其實以來以前我以為是對一個班上演講 因為我曾經去過華盛 對某一個班講 我也曾經帶過華盛的學生 到野外去做大自然的導覽 其實我在野外的功夫 也超過我在教室裡面的功夫 因為我們看鳥講鳥 看雲講雲 看山講山 看水講水 就是我們喜歡邊走邊講 就像耶穌講道一樣 就是邊走邊講 那所以我曾經帶過華盛的學生 到外面去邊總邊講過 那 但是後來我 我已經65歲了 所以我現在年紀比較衰老一點 雖然看起來都像三十幾歲一樣 沒有 這是學生說的 學生說的 那我今天直接來分享 是我 我寫了一本書講師不真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太多的年輕人不知道誰是師不真 太多的年輕人不知道師不真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可能聽過康熙 可能聽過 有一個人 康熙 有一個人在韓國 他們聽過這些人的名字 那 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他們怎麼都不知道誰是師不真 他還有人認為說 師不真是不是姓師民不真 所以其實他們都不是很清楚 那我就很難過 我自己非常的難過 為什麼呢 因為荒漠甘錢裡面 最多引用的人的話就是師不真 OK 那學生們一般都不知道 那因為我是個老師 所以我就很關心學生的問題 那 所以我想說我應該在六十歲的那一年 對不起 我上課一般不用PowerPoint 我用PowerPoint的時候 就已經 就是已經快沒有力量的時候 因為有人是 No Power No Point OK OK 我一般上課是不用PowerPoint 所以師父們都知道 老師開始在放PowerPoint的時候 都是他已經快破功了 就他已經 已經腦筋開始不清楚的時候 他就會放PowerPoint OK 那我稍微分享一下 我 我上次在 1977年的時候 我讀了一本書 叫做是偷人的作品 陶術的作品 那陶術的女婿呢 她的女 我的國語也不是很標準 對不起 我是那個彰化很偏僻的婚言的孩子 所以我一直沒有寫到很標準的國語 那 我在念 國中的時候 我的數學是用台語寫的 是用那個 那時候老師是用台語在教數學 所以我一直沒有寫到很標準的數學 那 沒有 很標準的國語 很標準的國語 到多嚴重你知道嗎 那個天下雜誌 請我去對我的書錄影 錄音錄影 他說應該給四張的人 可以聽到你的講話的聲音 結果我就花了一整天去 去 對我一本書 我講那個 四張的人對人類的文明有什麼貢獻 這樣一本書 我錄完音以後 錄完音以後 他們說對不起 張老師 您的國語太不標準了 如果 讓小孩子聽 會誤導他們的國語 哇 大受打擊 你知道嗎 很受打擊 他說你的國語 只能夠 16歲以上的人可以聽 你演講如果16歲以下的話 你的國語會 誤導他的正確話音 所以我想各位應該沒有人 16歲以下 OK 那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一個 不是很標準的人 對 我趕快進入我的主題 那因為我看過 Totter的書 Totter有一本書是英文的 那 1977年 我現在講1977年 那時候有可慕神的那本中文的書 所以我讀完了 因為我有一個習慣 如果我喜歡一本書 我會把他的書全部都買 全部都買 可以讀到他不同的 不同的年紀 他本身對於上帝的認識 所以我會錢買 所以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我就錢買的 開始在錢買的那個Totter的作品 那因為那時候有一個船 一個很奇怪的船會來台灣 胡音船 那個叫什麼名字 那時候他有那個船 然後他就賣書 那書賣不完以後 他就把它堆在校園的出版部裡面 他就會整個東西 他都會堆在那裡 一本書好像只賣一塊錢而已 那我去買書都是用那個行進袋 我們當地不是有一個行進袋嗎 就整個都掃了 所以我就擁有Totter的整套的作品 那Totter的作品裡面 那是1977年的事情 那Totter的有一本書 是他女婿幫他寫的 就是Totter的傳記 他那本書的最後一頁 他有一整頁 他講Totter最推薦的70本書 那我發現我一本書都沒看過 一本書都沒有聽過 也都沒有看過 所以我那時候在1977年的時候 我在唸書的時候想說 我有一天我要到全世界各地去旅行 我要去把這70本書買回來 我要一本六人來讀它 那我後來的確 其實我後來去出國念書 這是我最重要的一個動機 我要到外國的讀書館 把Totter所建議的那70本書 可以全部讀完 那請問我已經過這麼多年了 你猜我讀了幾本 我讀不到20本 為什麼 因為太多根本就是在 讀書館裡面的那種很難的那種 特別的資料裡面 那我自己在1977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喜歡去讀 別人整套的書籍 那我要用這個聖經節來當作 我對這本書的 師父真的認識 就是我 就是聖醫 《馬太福音》第13章第14、16節說 一件一顆重價的珠子 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 買這一顆珠子 他前面也講到說那個 像個寶貝放在地裡面 那你就把那個地給買下來 那這一節是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你要去 你認識那邊有個珠子 然後或者有個寶貝 那它藏在地裡面 然後你認識它以後 你就把整個地都買下來 那然後去買 所以你要被賣所有 可能連老婆小孩都會被賣掉 你知道嗎 一個服侍主人到最後會有這種 這種為 就是說 已經熱衷到一個地步 你所有就是為了要買那塊地 OK 那你就被賣所有 我知道這個聖經節 有兩方面的解釋 一個是主耶穌 他被賣他的 他為我捨身 來買我這個 來買我這個珠子 所以我應該在上帝的眼中 是一顆珠子 只是埋在地底下 那怎麼埋在地底下呢 因為我聯考考不上 OK 那你知道好學生 一般不會考上聯考 OK OK 那 對 我台大教授 OK 因為台大只收到一些很會考試的學生 很會比較的學生 而不是真正喜歡讀書的學生 所以我常常告訴學生 我當老師30年 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 我當你的老師就是認識上帝放在你生命中的那個特點 而不是看你跟別人比較的特點 你只要能夠認識你那個特點 其實我就不用教你了 你會跑得比我快 那所以呢 對 我想到哪裡去了 OK 所以我這樣講 這個 這句話就是我 我這麼多年來一直喜歡去寫傳記 喜歡去讀書的一個原因 就是呢 我會 我知道我是地裡面的一個珠子 那主耶穌在看我的時候呢 我覺得我是沒有用的 我是埋在地底下的 那他怎麼搞的 他就會說 這是個寶貝 然後呢 他就把你整個都買下來 不是只有買珠子 他把他整個周圍的地 通通買下來 可能連你 給我的 可能連我爸爸我媽媽 我弟弟我妹妹 OK 因為這樣他們會得救的 OK 所以他就整個給你買下來 整個通通給你買下來 OK 包括我的過去現在或是未來 包括永遠 他通通給你 他通通給你買下來 所以那個 那個主耶穌認識一個人的特點 哇 那個是讓我覺得很佩服的 所以我們當一個 當一個老師的人 我就是很想認識那個 那個學生那個 埋在地裡面的特點 而不是在地面上的那些建築物 我是桃園縣 整個環境規劃的負責人之一 所以巴德我很熟 OK 台北桃園縣 要炒作房地產 最好的地方就是巴德 OK 我們這一年來 房價大概已經漲了百分之一百了 OK 那因為整個交通洞線 整個的公園規劃 整個的池塘 整個的稀有鳥類 可以從石門水庫 到巴德 來整個路線 我們全部都規劃好了 OK 所以我本身是這個 但是呢 這種 有些東西 它就是一個珠寶 你認識它 那我們一直認為 桃園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巴德 我不是因為你們在巴德 我不是因為你們在巴德 我是因為你們很早以前 就在這邊炒房地產 不是炒房地產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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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這是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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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整個交通洞線 空氣最好的 當然啦 現在還不夠好啦 OK 但是我們可以努力嘛 我們可以努力嘛 我 裡面座位幾個經營 都是我們規劃的 我們把所有軍隊全部遷走 要設計一個很大的公園 就在裡面座位 OK 整個石門水庫到巴德 有個很特別的鳥類 就叫做黃麗鳥 黃麗鳥的遷移 就從石門庫回到這個地方 所以整個路線 所有的池塘 所有的樹 我們全部規劃 OK 讓它有個生物廊道 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又可以安全的回去 OK 所以就是說 我們看一個地方 認為它有個很貴重的珠子 是一種鳥 叫黃麗鳥 所以我們就把巴德 整個做全部的規劃 OK 這就是你們看那時候 那邊有個很重要的鳥 因為台灣只有它有 台灣只有這個鳥 黃麗鳥 你們知道例怎麼寫嗎 OK 網路會有寫 OK 這時候你們會認為說 它是一個很貴重的 然後你就去保護它 保留它 規劃它 然後呢 因為只要能夠規劃好 我想很多人就會到巴德來 OK 所以我們 所以那種眼光 就是你看到有個地方 是一個貴重的珠子 那 我本身是學物理的 但是我在台灣大選是 什麼課都可以教 因為我的信念是讓我 你連你要我教巴雷舞我都可以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信念會讓我們 因為一個人只要懂上帝的心意 所有課你都可以教 OK 因為所有課的最後就是上帝 OK 所以 God is creator 他是個創造者 所以的話 所有東西我都可以教 你要我教物理 你要我教美學 你要我教音樂 你要我教巴雷舞我都可以教 OK 巴雷舞本身整個運動 OK 對於力的平衡 對於運動 momentum OK 對那個姿勢 你都可以教 成為一個上帝的 成為一個基督組織 什麼課都可以教 我鋼琴我也可以教 所以我本身不會彈鋼琴 OK 但是我對於他本身的音波傳動 他本身的整個黑白鍵 對於他本身的波動 其實我都可以教 因為我們只要認識上帝 什麼課你都可以教 所以我在台灣大學 我醫學院有課 我電機器有課 工學院有課 我在理學院裡面教生理學 我在醫學系裡面 教醫學的歷史 我在電機器裡面 教電機的花戰史 我在文學院裡面 教如何去偷 讀書館的作品 OK 我教了七年 我教了七年 因為只要我能夠偷 讀書館的東西 我就可以知道 總是保護讀書館 OK 所以 我 所以我才會被 2009年被台灣大學 選中票選為 台灣大學大概是 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 不過這是個誤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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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講 重駕的珠子 我認為不真是個重駕的珠子 OK 那 我 因為我在1977年 我就知道 偷著講很多書 是我們沒有讀到的 然後呢 可能教會歷史歷代 歷史歷代很多很重要的資產 在整個時代的改變當中 就已經被埋到地下去了 或者埋在海糧裡面去了 或者是埋在山裡面去了 然後呢 就再也沒有人在提起的 那韓可能是貴重上帝過去在 在什麼時候他留下來的東西 他留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沒有人去挖 OK 可能有人就去挖韓國的東西 有人就會去挖 挖新加坡的東西 那我不是低估他們 但是我總是覺得說他 你如果看過鑽石你就不會喜歡珠子 你知道嗎 你如果看過更好的 你就會覺得那是蠻次好的 或者是 次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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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如果你整個時代的年輕人 都是以他為最好的話 那你的標準就太低了 對不起 我沒有講韓國怎麼樣 OK 我現在那個 需要有人去 去挖這個 但是呢 你沒有資料 你沒有資料 我們台灣是個資料非常少的地方 所以我多數告訴我的學生 你只要會用讀書館 其實你大學教育已經成功一半了 OK 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問題的話 你就會讀書館 另外一半呢 另外一半就是老師 OK 那所有課都不重要 你只要認識老師認識讀書館 其實教育就已經結束了 OK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懂的資料 你讀書館找 你讀不懂 你可以問老師 你讀得懂你還可以問老師 因為老師看的比你會更懂 OK 那我現在講 所以我很喜歡讀書館 我常常在查讀書館 我常常到全世界各地的讀書館去 那為什麼 就是要買那塊地 我要買那塊地 OK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Spurgeon 藏在裡面的某個地方 所以的話呢 我知道我要編賣所有 我知道我已經沒有機會去選地方為人了 我被徵詢過 OK 長這麼英俊 又沒有婚外親 老師你因為投我一票對不對 他說他要全部投你 OK 你從來選答案去 你一定會選得上 我真的是 真的是在編賣所有 我真的是沒辦法去當教育部的次長 我真的沒辦法去當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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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我都被徵詢過 OK 但是呢 我就是要被賣所有去買那一塊地 然後呢 別人會覺得你莫名其妙 為什麼要去研究石不真呢 OK 所以年輕的時候就很想寫一個石不真的 的Store 因為他有一些文字很感動我 OK 但是我其實沒有這個 OK 這是石不真的長相 OK 跟我一樣英俊 OK 那麼這個 鼠林的膚色是在自己鼠林的生命 如同是零奶一樣 滋認很多可牧者的心靈 我在1970年的時候 我在福音書房 福音書房是台灣的某一個 某個書房 OK 我常常到福音書房裡面去 去買 那時候是在一個巷子裡面 那時候是在一個 現在已經在馬路邊了 那 我其實前面不是買書的 我前面是睡午覺用的 OK 因為福音書房的對面有一個 有一個很大的會躺 裡面很多椅子 可以躺下來睡 所以以前 剛信主的時候 跑去 聚會所的一會所 跑去那邊睡覺 雖然等於有個書房 叫《福音書房》 然後我買了一本書叫做《世不真小傳》 薄薄的《世不真小傳》 那時候我剛信主 那我在 我的輔導還在 還在場 我輔導站在哪裡 我輔導站在哪裡 雜族認識我的輔導 還有那個 雜族認識我的 所以我今天信仰有問題 你不要怪我 應該怪我的輔導 對對對 還有那個陳奕法老師 陳奕法 陳奕法老師叫白 白師母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 陳奕法 陳奕法也對我們好兇 真的 他說好兇你知道嗎 我剛剛信耶穌 他說文亮來 跟我一起禱告 然後我就不開口 他說你不開口 就不讓你去聚會 我不曉得現在是不是對你們很兇 OK 只有很兇的輔導 才能培養出好的基督徒 OK 那我因為讀了《世不真小傳》 所以我剛信主的時候 我在書店看他這個書 我一讀再讀 我把甜品的甘蔗吃了又吃 剩下的這張 OK 我要把它吸了很多口 然後我就到處找 找這個資料 台灣非常少 這種資料 那 所以我想說 有沒有可能去《世不真教會聚會》 OK 我可不可能去 我一直有個習慣 我如果寫誰 立刻說我以前寫過 寫過一些人 OK 那我就會去那個地方 去住一陣子 立刻說 我準備寫 馬克斯威爾 Maxwell 對不起 不是咖啡的名稱 Maxwell是電血的 很愛祖的基督徒 19世紀最捍衛呼音的 Maxwell Lord Kelvin 他在Grasco OK 覺得溫度度K那個人 OK 還有Stock 你如果寫過數學 Stock Law 連至流血力血 三個非常好的基督徒 在19世紀捍衛呼音 這三個 所以我就很想去他家 OK 所以我的確走過 我的確在安寧堡住過一陣子 我的確去過Maxwell的實驗室 我的確 Maxwell的實驗室 在Cambridge 他在1980年以前 這個實驗室已經有100個人 拿到Nobel Prize 但是我去 我去他實驗室的時候 他的門口是掛一個聖經節 他說 這是耶和華所創造的 歡喜愛的就批查考 劍橋大學的實驗物理的實驗室 門口是掛一個聖經節的 我就問他們說 是誰掛的 OK 他們說 你到底是Mr.還是Dr. 我說這個跟那個有什麼關係 OK 我說我是Dr. 他說既然Dr.的話 答案就不用跟你講了 OK Come on 他說你們Dr.要自己找答案 Mr.就跟你講答案 OK 我在英國還有這種怪問題 他說 那我 我要搭飛機啊 我要離開 然後他就給我一張地圖 畫一個線 他說你只要把這個線走完 你就可以知道答案 OK 其實那個線就是Cambridge最漂亮的一條路 然後我到那個終點 我懂你知道了 那個答案就是 那邊是馬克思維爾的實驗室 然後他也是在他的門口 實際上他所有的實驗報告的上面 都蓋這個聖經節 這是耶和華所創造的 當然是用拉丁文 耶和華所創造的 環節喜愛球比查 老師你怎麼知道拉丁文呢 因為我有Googl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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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60歲的那一年 我不知道誰是誰 寫師父真的小傳 但是我想他一定有很多資料 他寫小傳 必然還有很多資料 很可惜在很多書店裡面 我都找不到 那你知道嗎 找不到的資料 找不到資料 是找資料的開始 而不是找資料的結束 OK OK 這是我人生的信念 當你找不到資料 那還是找資料的開始 所以的話 我認為 我相信找不到資料 是找資料的開始 而不是結束 所以十分之間 有講到王子之稱 我在一些書中 也讀到很多人 引用他的內容 但是我讀不到 師父真講到的前文 1980年 我到美國去讀書的時候 我向主祷告 讓我到海外去 我不只是有我的專業教育 我也希望能夠找到 我切木已久的資料 來源來閱讀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受到師父真小傳的幫助 借讀不到師父真的生平 跟信息為憾 師父真他每個禮拜 都講了好幾篇道 他上個已經安息了20年 20年以後的每篇講到 他都已經寫完 他已經安息了20年以後 他每一個禮拜的主日信息 其實他都已經寫完 我說這個人怎麼這麼有時間啊 還有呢 這個聖經怎麼會這麼有亮光啊 OK 一個人22歲就牧養了 一個兩萬人的教會 然後呢 每個禮拜講四堂道 他的教會在他有生之年 就已經變成250件 OK 還不講他分出去的 那我覺得那個不重要 我重要的是說 哇一個人這麼忙 他怎麼治理這個教會 其實他完全是用神的話 把神的話解開 帶來亮光 帶來鼠林的亮光 鼠林的安慰 就可以餵飽那個時代 OK 那我常常懷疑說 這麼忙的男人 他怎麼去面對他的太太 他太不是何等的醜 醜美苦臉嗎 因為我先生已經被很多人分走了 OK 那怎麼去面對他的孩子 這個時候我比較關心的 那怎麼去面對他的教會的同工 OK 他們的教會不斷地蓋 不斷地有新的施工出來 跑去幫警察傳婚姻 跑去吉尼戶裡面 在吉尼戶裡面 成立很多學校 成立了夜間部學校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施工 那我猜 那他同工是誰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很有興趣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人叫戴德森 戴德森 內地會剛開始的時候 第一批12個船道人 要到中國去 是不能去找戴德森 他說你告訴我要多少錢 因為我們教會要編议算 戴德森說 你也很奇怪 他可能用英文講 不是用台語講 OK 戴德森說 神給你感動 你還問我多少錢 你就照你的感動奉獻 是不是就 你不行啊 我們教會要編议算 你要跟我講多少錢 我才能夠編议算 他就說你這個人真的很奇怪 神給你感動 你還問我要多少錢 結果兩個人就 兩個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所以兩個人就 一個不講 然後一個拼命想問 所以 OK 哇 這個真的很有意思 然後師父真就回去 跟教會的指示說 對方那個戴德森 他明明講說 這一次錢沒有募到 內地會就完了 就不辦了 第一批 那他們教會裡面呢 有幾個童童說 這種事情不要你 我們去找他們的會計 OK 會計對會計 OK 我那厲害了 會計對會計 OK 那 石不正這邊的話 是英國議會的總會計長 信主以後做他的會計 對方的話 是戴德森的一會 兩個會計見面 他只問他一個問題 說你多少錢 你也不要告訴我 你就寫在紙上 12個傳道人 OK 去多久 還有所有的生活費 所有的這些費用 你寫在一個紙上 你不用跟我講 那我這邊來算 OK 算完以後的話 我們攤開來看 我們攤開來看 看差多少 OK 如果差太多 這件事情就算了 OK 那兩個人算完了以後 對方已經準備好了 他在這邊算 因為他是英國議會的會計長 算完了以後 12個傳道人 代價 去10年 用10年來算 所有的生活費 他仔細算完了以後 把錢當開 只有一模一樣 他這時候戴德森 他這個人對於奉獻的要求 都是精打細算過的 所以就回來 跟師父真講 中國內地會 所有的先腳事 我們全部支持 所以 但是呢 外面人都不知道 等到最後 戴德森安息了 是不是也安息了 把早期 內地會 所有奉獻賬 拿出來看 其實最多奉獻的 就是10%的教育 那我這樣講 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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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精打細算 把每一個傳道人 到海外去 到中國去 所有的交通會 所有的生活會 所有的出差會 來回的船票 連孩子的教育會 全部精打細算 然後這邊說 我算了以後 跟你 幾乎差不多 那因此 我們給你潛力支持 OK 那 第二個支持的話 就Scoffee Scoffee 這個美國 美國的這個 在紐約的一個 所以的話 我就覺得非常 他們這個 非常值得我學習 OK 所以這都是我去過的一些行程 那不久呢 我開始 在美國 我就游購 十不針的信息 很便宜 十套 OK 十本 好像十本行 一本行只賣美金 八塊錢 厚厚的一本 因為反正你越好的書 就賣得越怎麼樣 越便宜 OK 因為沒人看 OK 所以我就買了十本回來 哇 好高興 OK 這套百年前的講到信息 就是有夠便宜 OK 越鼠林就越便宜 OK 那我 OK 因為沒人看吧 沒有人看這種爛 不是爛書 OK 那我經常閱讀 那1989年12月 我回到台灣來任教的時候 我很多東西 我都留給學弟妹了 這十本我把它報回來 OK 當然我不是只有 只報這十本 OK 所以我還是帶回來 我現在還放在我家裡的 的這個書桌上 OK 對不起 我 對不起 我跑哪兒去了 OK OK 所以然後 這世不正教會 這個是以前的教 因為世不正的教會 在打24世代大戰的時候 已經被德國的飛機給炸毀了 OK 所以現在這個東西是它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已經夠大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去的時候 他們留我下來 然後呢 他說 張老師 我們留你吃飯 OK 然後呢 他帶我接著很多東西 他說最後我們會有主足血 OK 那我們說你們主足血多少人 他說 我們現在人少好多 他說 多少人 他說 我們大概只有四千多個孩子而已 OK 他說 我們只有四千多個孩子 然後我說 四千多個已經很大了 他說 沒有 世不正在的時候 大概有一萬兩千個到兩萬個 OK 他說 這個教會能夠持續百年的復興 英國很多教會都已經 OK 這個教會能夠持續百年的復興 是因為 Sputin 以兒童的主足血 當成最重要的侍奉 OK 他們三歲就開始呼召 你要不要信主 三歲會不會太早 OK 是不是能說 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你叫他英文教數學 你也不要問他會不會太早 難道上帝比數學英文 還要不重要嗎 酷 OK OK 他講很多 很有趣的事情 OK 我回來 我回來趕快跟我們教會牧師講 應該把兒童教育學 兒童的主日學 放成教會最重要的侍奉 他們教兒童主日學 都不是父母親 父母親不能教兒童主日學 是教會的長老跟知識 因為你的鼠林夜成熟 給孩子的答案會 會夜減短 鼠林也有問題就講一大堆 OK 所以的話 他們只有教會的牧者 教會的傳道人 跟教會的長老跟知識 只有他們有夠資格 去教兒童主日學 OK 然後呢 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 通通不能教 通通不能教 所以我要去這個家會 很有意思 我在這邊聚會的時候 他們還有一千多人 OK 我還有一個特點 主日聚會的時候 牧師一上台 見禱告 禱告半個小時 我是個很鼠林的弟兄 我真的無法忍受一個傳道人 還沒有講到以前 就先禱告半個小時 OK 那我還要一直很健常地禱告 因為他是對全世界聯播的 怕被人家派到說台灣來的一個弟兄 在這邊 竟然 OK 超沒水準的 OK 我還故意裝得很近 裝得很近淺 那我一直看我的手錶 我一當時要記著 OK 什麼時候才會講完 我看隔壁人 我偷看隔壁人 都很認真禱告 你知道嗎 我超丟臉 等下唱詩歌的時候 竟然沒有詩歌詞 你知道嗎 他們就 OK 變成從第一節唱到最後一節 然後我把我嚇死了 我真的被嚇死了 原來還有人比我還屬林 OK 不然也不多了 OK OK 那麼 OK 這是他的會堂 那 其實好 我回台灣之後 我還是繼續找 史不仁的信息 剛好有一天 有一個人叫陳偉品 我不知道他是誰 OK 但是我知道他應該 他的兒子應該是不喜歡讀書 把他爸爸的書 通通 通通把 OK 陳偉品大概是有一個牧師的名字 叫陳偉品 因為我所有書 上面都不蓋陳偉品了 這三個字 然後就把他的書 放在校園書航的辦公室 那給人任意拾取 哎呀 真是晚年不保 OK OK 不是 這是晚年 後繼無人 後繼無人 OK OK 希望他兒子沒有在這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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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事實 OK 奇怪 怎麼把爸爸 這麼把爸爸史不仁的純書 也把它放在那個地方 那我剛好去那邊辦事 那我怎麼會那麼剛好呢 因為沈帶領我 OK OK 因為呢 我就找到一本1953年的書 OK 是1740年的書 哇 的最後一本 它是Volume 20裡面的最後一本 那既然能夠有20 前面19本 我就幫忙 可以找得到 OK 那裡面寄出 史不仁的生命 哇 我心魂都發抖 我大部分的 被聖領教官 都是在讀書的時候 我不容易在聚會的時候 被聖領教官 OK 因為那時候要保持清醒的時候 OK 我大部分都在讀物理 我特別 我在讀物理課文的時候 很容易被聖領教官 我在讀書學課文 我在讀書學的時候 更容易被聖領教官 我這樣跟聖領教官 一直教官我的話 我物理很難往下讀 你知道 OK 哇 神與我同在 OK 因為剪到一本 沒有人要的書 OK 那我知道 史不仁一生都沒有寫自傳 但是他的童工 OK 所以我也知道派克是誰 留下部分 史不仁的生命資料 安起我一丝的希望 也許我可以找到 其他史不仁的傳記書 尤其是古老的書籍 OK 所以我越古老的書籍 我比較容易接近 那个源頭 整個20世紀裡面 對於人類的傳記 我想大概是受 心理的影響 心理系的影響 都講了很多人的心理 怎麼分析 天啊 你又不是他肚子裡面的灰蟲 你怎麼知道 OK 所以我喜歡讀古老的書 因為越古老 越接近他的源頭 但是我的工作很忙 OK 那我的負擔總是斷斷續續的 OK 然後 起起伏伏的 跟太太的感情 是有關係的 OK 我太太只要臉色一變 我的世界就荒涼了 OK 所以 我很可憐 那麼 2015年的時候 我生了一場小病 OK 我到醫院掛了好幾次的急診 所以嘉然想說 應該送給我一個 臨終的一個禮物 OK 2015年 他問我哪個地方你想去 一直沒有去 我說這個很簡直 就是英國倫敦的師父陣教會 還有一個 就是摩根的教會 坎培歐摩根的教會 所以我下一本應該會寫 坎培歐摩根 OK OK 所以 摩根 摩根 OK 那 不錯 有人在點頭 證明就是 大概有人知道 這個 感謝主 你們這個地方的屬林成果 還不錯 我都很多教練講摩根 大家以為我講什麼狗的名字 OK 我跟你講 哇 現在真的很荒涼 你知道嗎 很荒涼 很荒涼 真的很多寶貝都丟到哪裡去了 OK 那就用新加坡的 跟韓國 OK 我不講台灣的 OK OK 我就說 我說 我說我就很想去 世不正的教會 一次我的親子跟你們 我就陪我去 你看 開始要被賣所有了 OK 因為我們去不是只有去 我們會住一陣子 我們會住一陣子 所以很奇怪 台灣就是沒有這種旅行團 這都世不正旅行團 就是沒有 我們就看什麼人妖跳舞 不然就看什麼 購物團 不然就採購團 我就很奇怪 我應該有個團 叫做 去看牛頓 整個牛頓的一生 你把他走 台灣就是沒有 OK 所以後來我的太太跟女兒 他們就陪我去 所以那個主日呢 就有個小插旗 這個插旗就印證我可以寫這本書 我來跟你講 最帥的是我 OK 那最美麗的應該是裡面三個 旁邊那是我太太 2015年的 我們都已經很老了 我們都 那旁邊那個比較 那個女孩子是我的女兒 我只有一個女兒 那麼中間那個的話 是他們教會主任牧師的太太 OK 那教會有千個人 其實我本來就去 我坐到後面 然後基本上我就溜走了 那怎麼會被主任牧師給逮到呢 實際上是有點誤會 就是我女兒說 爸爸你不用擔心 我一個手機可以走遍全世界 OK 因為我這個人不用手機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手機 OK 因為沒有手機的男人是幸福的 很容易一族同在 所以 很多人現在要求跟手機同在 不是要跟主同在 OK 所以我一直沒有 所以很多人要送我手機 但是我還是拒絕 OK 那我就 我女兒說 他說我還可以帶著 騎士跟我去搭地鐵前往 沒想到我們下錯站 男生說我們下錯站 然後我們搭車返回的時候 車上有個成哥就看著我 他就過來跟我講說 他用英文跟講 他說你是不是去師父真教會 把我嚇一跳 我說是啊 大概我看起來就很像是 很像是愛主的基督徒 喔喔喔喔 竟然有人說 車哥說 請問你是不是要去師父真教會 我說是 那 他說我剛好在那邊聚會 我可以帶你去 真是感謝主 所以他真的帶 他真的帶我去教會 帶我教會 才叫人很多 結果他就一帶我去教會 我才知道 這個人是教會的長老 所以我一起教會 他就請我去找主任牧師 你知道嗎 跟主任牧師 跟主任師母 原來這個人是教會的職士 很資深的職士 所以聚會之後 他們就留我公用午餐 他們午餐也很特別 上千個人在一個吃飯 竟然沒有人煮飯 也沒有人煮菜 只有那個盤子而已 那我們就一桌 然後我說這樣怎麼犯呢 難道耶穌會出來 再來剝餅嗎 那個教會就是很多 都沒有人 都沒有飯 沒有菜 然後我說這樣怎麼吃呢 就有人出來了 從背包裡面 把電鍋拿出來 把飯跟菜拿出來 就一個人要負責四個人 兩個人 一個帶麵包 那有一個是帶菜來 我說哇 這個 你們太有耐心 你們太有愛心了 萬一我沒有來 你們不是少吃一份嗎 他說對對對 沒有錯 我們從這時候 從在提供飯食上 學習信心的操練 我們每一個地方 他有一桌嘛 一桌大概可以做15個 然後他說我們就是學習 這個禮拜應該會有多少人來 所以我們就把所有東西 背來我們的教會 所以教會只有提供 那個碗盤而已 沒有提供任何的食物 食物是大家背來的 哇 苦苦 我等一下維持你們的午餐 我看你們是怎麼 背來的 OK 那麼 所以呢 完了以後呢 他帶我去看 他的書桌 書房 那我非常喜歡 他的椅子 我這邊坐一坐就覺得 這有點像石副真 OK OK 就拍了照片回來都 回來都曝光 OK OK 神不太喜歡 OK OK 那我也看他的紀念館 我那時候就有個負擔 我應該把它寫完 我應該把它寫完 因為我真的太好的機會 我回來以後 他們還自己跟我聯絡 那麼他們也給我一些的 給我一些的資料 這是我們聚會的時候的情況 我回到台灣 我開始下筆 2017年 我跟學校申請一年的休假年 OK 我是應該早點就應該休假 我在台灣教室 將近27年 從來都沒有休假 其實這是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一休就休了很久 我就開始寫 那是不是這個信息 其實網路上都已經有了 已經可以閱讀了 我盡其所能 我也無法把這位中心的 侍奉重用的仆人 我可以把它寫進 我只是五秉二移的侍奉 1973年信主 讀詞不真的小傳 神給我一個感動 我到2018年 我才把它寫完 OK 我就持續 持續 我就是在買那塊地 為了是裡面的那顆珠子 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的侍奉 這是一個無聊的侍奉 因為 寫者們大概都已經不知道 誰是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還有很多資料 是我沒有辦法引用的 所有的寫作的背後 就是絕對要避免自己 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因為如果說完美主義者 就會寫不完 真的 我每次都 每次要交稿的時候 都是寒淚 寒淚 寫得這麼爛 還有人要出嗎 真的 因為我覺得 我應該可以寫得更好 我應該可以寫得更好 讓我有更健康的身體 讓我有更多的資料 我應該可以寫得更好 但是就是 沒辦法 就是要避免自己 是個完美主義者 OK 我真的不是個完美主義者 你從我 怎麼全太太 你就知道 OK 你們有問題嗎 他也不是個完美主義者 從他怎麼選 先生就知道 我們都在不完美裡面 一起跟隨主的 我們如果哪天完美的時候 其實隔天上午 我姊妹就已經看不到我了 我已經被提走了 OK OK 可是我們都不完美 我昨天晚上還跟他吵一架 我昨天晚上在步道會 我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他又跟我吵一架 因為我在 我在警專步道 我在警察協校步道 OK 我在大協校他又跟我吵一架 因為我在什麼地方步道 OK 那我知道我不完到以後 我下一 如果我開門的時候 我還要面對我太太 那個難過的臉 OK 那他是很愛主的姊妹 所以她才會難過 OK 我們今天上午 還很認真的talk OK 就是只要我去步道 他告訴我說 以後只要我去步道 去講道 他就會離開這個家 然後到讀書館裡面去讀書 我說感謝讚美主 原來你沒有等我 讚美主 讚美主 因為我的確 所以我跟你講 他很不完美 因為他的先生也很不完美 所以我們總共在學習 所以你不要以為我很屬林 OK 所以我其實沒有再繼續引用 OK 這是我 OK 這是不整的 那我還會再去 OK 我這樣不斷的 不斷的 我就要去 然後我 我買很多的書回來 我有一次 我寫那個 我寫南丁戈爾金太副理 然後我 我去南丁戈爾的博物館 那我跟那個賣書說 你所有書我錢買 你書櫃的書我錢買 那他說 你怎麼買 我說 碰 拿出台大的信用卡 OK 我說我錢買 他說你不要先看 我說我沒時間看 我下午的飛機 我要走 回頭一看 我太太不見了 我太太不見了 那怎麼辦呢 他說我憑信心吧 我說我還是錢買 然後他就 他就把整個所有書 全部拿下來 然後我就給他信用卡 我想他一直在那邊研究 信用卡怎麼樣 沒有什麼用 那個是台大的那個 然後看到我 他還從外面進來 他提了一個新的 一個皮箱進來 我說你去哪裡 他說我去買皮箱 那皮箱的大小 剛剛把所有書都裝進去 當然你後來 你後來你可以看到這本書 其實你不知道背後 有一個男人 願意把所有書的錢買 然後都沒有賭 我說我沒有時間賭 我我回去賭 然後呢 有個女人去買那個皮箱 我我從此就愛上他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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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好偉大喔 還偉大 買一個 買一個空皮箱 買一個空皮箱 OK 所以我們那次 那這種事情 我們已經發生過好多次了 OK 就你陪我出國 其實我大部分時間 我都在讀書館 我沒辦法去陪你購物 OK 我 我寫了一本書 就是 Anyway 我們都有這種習慣 所以我變成 很多時間都在讀書館裡面 然後呢 就是在那邊做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OK 那 對不起我好像講到時間快到了 OK 是不是那個祖父母養了 我還沒有很多故事啦 因為等一下你們會買 所以我基本上我就不會講得很仔細 OK It's right It's right OK 他說要用這個照片啦 OK 他用那個年輕帥哥的照片 OK 所以出來的時候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上面要擺年輕的 因為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比較帥 年老太衰老了 OK 所以 所以我就妥協了 OK 我要妥協 然後我要跟你講一個 就是 我這本書我寫了三年半 我其他最後都快沒有力氣了 OK 所以我就 後面說 我要趕快讓師父真死 我真的是 我真的很忙 我趕快讓他死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你會發現他死不了 因為他後面還有很多信息 你知道嗎 哇 就寫這麼厚啦 這麼厚 然後呢 已經要出了 所以說你到底什麼時候才會交稿 等你等了三年半 你總該要交稿了嘛 我們都已經計畫都編好了 我說對不起 因為他還有很多資料 然後有個小姐幫我打這個字 OK 那我跟他講說 管他了 你就交了 結果他交的時候 他把我孫息給顛倒了 他把孫息給顛倒了 也就是這本書的後面的15章 是擺在前面的 結果他把它放在 放到最後去 所以你讀這本書 你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明明都已經過世了 後面還講很多事情 OK 哇 我跟他出來的時候 我氣得把書給 怎麼會這樣 啪 我跟他講 我的助理啊 這本書是我三年半 這本書是我三四年的努力 最後竟然被你這樣毀掉 你知道嗎 哇 他就一直哭了 他一直哭了 他說這張老師很對不起 很對不起 啊啊啊 完事情就過去了 然後我就 我就滿腹的 滿腹的委屈 然後呢 後來呢 開始有人在讀了 他說 欸 張教授 你這本書很有趣呢 從前面堵跟從後面堵都一樣 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說 他說 哪有這種書 他說 你從最後一面堵 跟你從前面堵是一模一樣的 啊哈哈哈哈 欸 我剛才發現說 原來很多殘缺 可能有殘缺的美 哦哦哦 很多遺憾 可能有遺憾的美意 你知道嗎 後來出版社說 欸 你的第二刷 我們要不要幫你改 我說你不要改了 我說你不要改了 我要紀念我這個姊妹 太忙的時候 他把他的士氣給顛倒了 OK 所以顛倒了 顛倒了沒 讚美主 OK 所以你堵了以後 就很奇怪 怎麼從後面看 跟左前面看 是一模一樣的 欸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OK OK 是不是那祖父母 養了一隻乳牛 供給前家 哦 前家以教會使用 有一天乳牛生病了 大家為牛祷告 結果牛還是死了 是不是對祖父說 沒有乳牛了怎麼辦 祖父說 上帝有很多隻的母牛 他一定會給我們乳牛 如果我們的地方夠大 他可以給我們超過50隻的乳牛 當時一隻乳牛的價格是20英鎊 他們根本沒有錢可以買 祖父也是個牧師 他們家好幾代都是牧師 真的 好 令人好 對不起 這個怎麼控制 一般我在台下上課 都有人幫我控制了 謝謝 哦 我剛剛已經弄過好多次 怎麼現在又忘記了 結果哥天上午 有紅信 是從盧尊寄來的 機器人是個陌生人 他寫到 上帝感動我 要奉獻五英鎊 給阿薩克斯的教會的傳道人 我身邊有一個朋友說 五英鎊太少了 能夠做什麼事情 所以他又加了五英鎊 所以我為我的奉獻上 自定感到自責 因此我又加了五英鎊 而那個朋友說 看我加了五英鎊 就他又加了五英鎊 所以因此我們就有20英鎊 所以我們把20英鎊 寄在這個地方 需要能夠彌補你的不足 祖父把20英鎊 高級給大家看 說你看 上帝兼顧康的子民 知道我們的需要 需要20英鎊 就是來20英鎊 是不是後來寫到 主必供應成為我侍奉的信心 又寫到 為何侍奉者的手上 會有金雞 一點點的等候主 侍奉者的手上 就會有肅情 金雞會變成 波玄的吹片 為什麼侍奉者的生活 會有缺乏呢 一點點的等候主 缺乏之處 會成為經歷主耶穌 供應的倾倒 為何侍奉者的衣服 會有灰塵呢 因為一點點的等候主 古灰塵會變為明亮 侍奉者的心情 一點點的等候主 會成為無比喜樂的所在 他寫了很多 OK 那 是不是小時候是不信主的 他很長期的不信主 OK 是不是有很多 片段的故事 在教會界中流傳 大部分都是錯的 大部分都是錯的 有人說是不是很喜歡抽菸 哪有這種事 是不是喜歡用菸草 吸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根本還沒有香菸 香菸的存在是1905年的事情 已經距離 是不是安息以後 35年 他應該不是一個先知 先抽菸 為什麼呢 OK 因為那時候根本還沒有香菸 香菸的存在 是從英國的Manchester 開始 把菸包起來 這樣點 OK 在那個時候是 把菸草放在一個小小的瓶子裡面 講到如果累了 這樣吸一下 OK 如果這個也不行的話 大概我們利油菌 大概也不能用了 OK 還有我們的咖啡 大概不能喝了 我講到必須靠咖啡 我是用靠咖啡來立上家裡的 OK 比起咖啡一定要好咖啡 OK 要輕度烘焙的 OK OK 對 不會喝咖啡的人是喝重度烘焙 很多油 你不需要 他還是給你喝了 OK 那比較會喝的人就喝重度 重度烘焙 像我們這種喝咖啡的高手 就是喝輕度的烘焙 最有水果的方向 OK 我大概說你怎麼這麼懂 我說對 很多事情我都知道 OK OK 施不正的主婦對他 有很深意的影響 跟他講說 我們會已經超過30年了 我沒有一個小時是不愉快的 每個主日早晨 父親清晨起來 坐在書房準備獎章 施不正起床的時候 看到主婦在書房裡面 禱告讀聖經 他半張小椅子 坐在主婦的旁邊 主婦對他說 好的講道是在傳講之前 要先坐在好的草場上 施不正也聽主婦對會友說 只要牧師講道 再忙我也會來 他的講道是屬靈的屬物 我聽他講道一個小時 我心領著翅膀的蟻毛 就可以多長一寸 OK 一尺那麼長 對不起 這不知道什麼鳥 OK 可能比較特別一點 OK 那聽完道以後 我就可以如鷹掌翅 飛出教會 OK 最好是從大門回出去 而不是從窗戶 OK OK 掉下去 OK 施不正就問主婦說 那你怎麼講道 家裡還不會這麼窮呢 主婦說 因為我家裡的財富 就是上帝的榮耀多 哇 真是酷 OK 那施不正呢 也記下主流講道中 他對人的責備 他說如果你只會聽道 而不會行道 你會是個大胖子 OK 所以你如果還 因為 你如果還不知道自己是這麼胖 那你的體重計大概是歪了 OK 或者是你會窒息欺的 他講都做這種話 那1841年 是不是能寫到 有一天我到學校去 忘了我戴鉗筆的小筆刀 那隔壁的是個 皮爾森的女士的文具店 我記得呢 同他奢帳取文具 一把削鉗筆的刀 又有六遍事 我就對皮爾森女士說呢 我現在沒有錢 聖誕節之後呢 我一定會有六個penny 那我再來還 那皮爾森女士呢 就給他我一把削鉗筆的刀 沒幾天的話 父親竟然知道這個事情 那父親也是個牧師 結果我本來以為 這個事情應該不會有人知道的 是不是天上的飛鳥 將我私下的事情 告訴我父親呢 也許會 因為他祖父裡面 教會裡面很多鳥 OK 他就帶我到雜貨店 向皮爾森女士認錯 還要道歉 又要替我父親款項 他對我說 你的借貸是欺騙的行為 使自己蒙羞 又用教會的聖誕節 當作借貸的理由 這是使自己的教會蒙羞 哇 OK 一把鞭筆刀 是小錢 但是有這麼小 你就會 協會借貸騙人 長大之後 你會借更多的錢 來方便你的行事 我感到羞愧 從店裡面 我一直哭著回家 從那天起 我立志不借錢 我從事任何的事工 我不借貸 他的教會 蓋好了之後 他還不進去教會聚會 為什麼 因為錢沒有還清 他說 只要弟兄姊妹 一進教會聚會 就忘記我們欠銀行多少錢 而事實上是 我們如果沒有還清 基本上 教會的財產 事實上是教會的 錯 是銀行的 對不起 所以銀行隨時都可以 跟你查收 我不曉得貴校是不是所有錢都已經互清了 OK 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你有一把錢還沒有還清 這大概不是華省的喔 OK 這可以被人家拿回去喔 OK 你這要比較注意的喔 OK 那等等啦 這個是他那個時代 OK 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跟他無關了 我也安慰我們教會 因為我們教會還欠很多錢 OK 我也安慰我們教會的牧師 每個時代有不同的帶領 OK OK 所以不要成為一個定罪的感覺 OK 我是說有人有這麼高的水準 有人是這麼高的水準 OK 那 所以他的公益一定夠 使我的一生沒有任何的欠債壓力 我認為他教會都已經蓋好了 他不肯繼續聚會 為什麼 他說我教會一文錢還沒有還錢 我認為這教會就不是我的 哇 不過他有一次例外 他一生有很多的奉獻 錢都一定到他才做 但是有一次是例外 為什麼呢 因為對行逼他說 你如果不趕快把錢給我 我土地我賣給別人 他太喜歡這個土地了 因為他做一個 這個 孤兒 孤兒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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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兒的那個 孤兒宴 孤兒宴 OK OK 他做了孤兒宴 他就說 這是很棒的土地 那孤兒宴 現在還是倫敦最好的孤兒宴 他說你如果不買 你如果不出錢 那他怎麼 我沒有那麼多錢 他說好 你沒有那麼多錢的話 你就不要買 他回去把他家裡給賣了 他把他的家給賣了 那錢還是不夠 OK 所以他後半生其實都是租房子的 那後來錢怎麼會夠呢 他的馬車也賣了 那很嚴重 馬車賣了 這比師傅真就再也不會到 不要這樣講到 所以各家會知道這事情 哇這不得了 師傅真如果把馬車賣了 就比他家賣了 那還嚴重了 師傅真竟然把馬車給賣了 所以各家會趕快監款 把他買車 所以如果沒有高鐵也不錯 OK 所以你看 所以他是他一生裡面 唯一的一世借待的行為 我是很佩服他 OK 他讀聖經的時候 有時候他問他的 他讀到啟示錄 他就問主 什麼叫無底坑 他問他主 主是個牧師 他問他什麼是無底坑 真的沒有底個坑嗎 OK 是坑底就是坑口 可以人家一直往下掉 OK 重複的行為嗎 這很難打 主婦說呢 無底坑是你越往下掉 就越離坑口的光亮 OK 你可以往下掉一百年 你可以往下掉一千年 你可以越掉 越黑暗 越是絕望 OK 那他問說 那聖經姐這麼困難叫我怎麼懂 OK 主婦沒有立刻回答 就給他一個瓶子 裡面有一顆小蘋果 所以他心驗說 哇 瓶子這麼小 怎麼裡面會有一顆這麼大的蘋果呢 是怎麼塞進去的 主婦也沒有回答 你看 會教書的人就是不回答 OK OK 那不久的話 主婦帶著師傅貞到教會附近的果園去 果樹正在開花 剛結果的時候 果園的工人 就把一個剛結果的果子上 套進去一個瓶子 師傅貞看了以後拍掌大笑 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師傅貞後來寫道 我體會很多困難的題目 用筆意是很好的回答 身體我讀不懂 關鍵在我是個自大的蘋果 OK 所以還是從小就放在恩典裡面的蘋果 OK 他有很多這種 的這種分享 師傅貞小時候問題很多 原來他問主婦說 教會裡面有很多虚偽的人 我看比沒有上帝的人多還要差近 OK 這是當時的 不是我們教會 OK 當時我們台灣教會 遠比英國要有水準 OK 那主婦也沒有立刻回答 他說我們來畫圖好不好 主婦就叫師傅貞 畫一間皇子 裡面有一隻馬 那主婦在皇子上寫上 house 在馬來平方寫上 horse OK 主婦說house跟horse很接近 你不自己看的話 你會以為這兩字你會搞混 基督徒在教會呢 如同是horse進入house OK 他們都是有罪的人 教會是上帝的家 裡面還是有很多罪人 所以你到教會請問一下 你到教會是看house還是看horse OK 還有很多這種非常有趣的 這個 師傅後來寫到我在教會看人 是寫起不要把house 當成 不要把hous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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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是舊稿 對不起 書裡面會改過來 請問是house改成house的話 還是house改成house 我想你自己看書才知道 OK 一個自我中心的人 是到教會是很容易批評人的 看不起別人 藉很少人到上帝面前 為罪憂傷 不要當個外表好看 內心誤會的人 也不要常常依靠人的外表 分析人 我們要知道人如果不讀聖經 就無法進上帝的果 所以批評周遭的人 都是罪人 也不代表自己是多麼的聖解 批評世界多麼的罪惡 也不代表自己有資格 可以進入天堂 人都不從生 就不能見上帝的果 我們不是在教會裡面尋找完美的人 而是從生的人 人如果沒有信主 叫他這樣做那樣做 他不會理你的 人如果信主 你用上帝的話欠免他 你越嚴格 他會越感謝你 關鍵在你的心裡 是耶穌做主 而不是一個驕傲 OK 越嚴格越好 我在台灣大學教書 我叫一進門門就鎖 我有三百個學生 後面有一千五百個學生 在選修我的課 我一進門就鎖 前面後面全部鎖 OK 前面後面敲門 他說 老師你怎麼不開門 我說我不是主耶穌 誰說你敲門就給你開門 那是主耶穌 對不起 所以他們都知道 我的課就是這樣 門都前鎖了 門都前鎖了 誰讓你遲到 OK 所以我已經說我收到台灣大學最好的學生 OK 你可以修理他 你可以 因為他們是最棒了 他說你怎麼對我們這麼嚴格 因為我喜歡你 因為我看中你 不然我隨便講也可以 OK 對不起我講到幾點幾分 一直沒有下個鈴聲 講到幾點幾分 講到十二點 對不起 我時間已經到了 我真的很抱歉 我很容易進入 我應該給你們一點時間 給你們問問題 我都沒有講他的內容 因為你自己要買書 你自己才知道 OK 我現在還講不到前面的百分之一 後面還有很多很精彩的 OK 來 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然後時間就過去了 對不起 我剛剛真的沒有注意到下課鈴聲 OK 對不起 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沒有問題 Yes 後面有 感謝主 老師我曾經看過他最近一個提到一個事件 他因為教會的空氣不流通 教會長不同意 開窗 您說 後來教會明天通路破掉 然後 據說不是小偷打破的 是師傅真 私下把它打破 為了讓教會可以通風 不知道這個事件是不是真的 對不起 我沒有讀到這一段 可能我資料是有限的 但是我低限沒有讀到這一段 不過他一直認為說 其實不是把窗戶打破 是把整個牆全部拆掉 OK 教會就是說 這好不容易才蓋好的 你還說把牆 他說我預言 將來這個牆 為什麼 因為教會早就 他們家會早就已經不夠人做了 他說將來 整個牆會會拆掉 後來教會就是說 你這樣講是很不合理的 我們剛剛才蓋好 果然後來整個教會全部拆掉 因為教會已經變太大了 所以他後來只好去租被人的教會 只好去租一個英國最大的鬼屋 OK 把一個最大的鬼屋變成是一個教會 然後他們說這是鬼屋 我說這是感謝主 到底是誰怕誰 OK 然後 他講到的前面的兩個小時 就已經客滿了 講到前兩個小時就已經客滿了 然後人都坐到外面去 後來因為太多人了 後來就產生一個火災 結果有人就 就製造一個混亂 甚至有七個人 當場就被拆死 OK 他對我看到 請問這樣的一個人 將來怎麼去講到 OK 那你要知道他怎麼處理 我想你自己看書才知道 Yes 我們這位弟兄 我問張老師你覺得 你對台灣的這個神學教育有什麼看法 所以才可以把你們說起來 我其實在華城當過老師 只有幾堂課的老師 你們是我羨慕的一群 因為我當年其實我有個機會 所以到美國去念神學院 我們教會的牧師其實 劉我跟我太太 他的理由就是說 我的太太很像師母 他倒沒有說我很像牧師 我說給我一個月 給我一個月 那我的確是參加過海外使者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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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在那個夜等候的時候 台大給我offer 我就在那個夜的等候的時候 台大給我一個offer 所以我後來 我在那個最接近神學院的大門的時候 我擦開了 我跑來做一個比較 比較不重要的工作 我已經退休了 我常常在後悔 我常常活在後悔的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我認為我所學的 一定可以幫助我的國家 答案是錯 答案是錯 因為我的顏色不太對 OK 我現在還是國家環評委員 我到現在還是國家的環評委員 我自己知道國家很多很多的操作 我很羨慕可以念 我很羨慕你們 很年輕的時候 就願意一生拿來護士主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自己說神學教育 什麼叫做教育 教育就是他可以牽著你的手 帶你出去 education ducate就是他牽你的手 一 前面加個一 就是可以帶出去 那現在問題就是 學生手不讓你牽 第二個 牽了以後也不知道往哪裡去 OK 我不是 我在講大學教育 我不是講神學教育 OK 你們沒有往下問 因為我所謂是講到清潔大隊的學校 OK OK 還有一個交通大隊的學校 叫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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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好學生在文化大學跟逢甲跟中原 對不起 我是跟你講 台灣大學學生八分之一精神是有問題的 台灣大學八分之一 我們學生跳樓自殺 很多學生 我跟你講 我們曾經想過 他是考進來才精神有問題 還是他變成精神有問題才能考得進來 OK 後來我們認為他大概是後者 就是他精神有問題才能考得進來 OK 這邊沒有台大的 無所謂 OK 我去教他 OK 我去教他步道 他們說老師要來踢館 他們說我們的會人來踢館 那我就等著誰來踢館 那我就步完道以後 問他們有沒有問題 結果有人就棘手 年紀比較大一點 我後來還知道他是踢館之一 他說請你用一分鐘講神學科學與哲學三者的一統 一分鐘他限制我 一分鐘請你講神學哲學跟科學的一統 一分鐘 開始計時 因為他就是來踢館的 我當然立刻跟他講 我說哲學是神學跟物質科學當中的boundary 如果沒有哲學的話 我們物質科學我們看不到上帝 然後呢 然後呢 還有有神學成為所有的哲學跟背後的物質科學 最基礎的地方 如果沒有神學 我們所學的完全沒有意義 完全是虛空的 喔 當然那個老師立刻坐下來 他就講得好 講得好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到其實根本不在乎自己做 我預備的是什麼 我哪知道他會問這種問題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反正你步道會齁 你在步道會你就很容易體會神同在 你根本就亂講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 我的學生說老師我們超喜歡跟你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發現齁 你上課的內容不只是我們聽不懂 並且我們聽久了以後 我們還會說人你也不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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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想時間已經到了 我想應該要趕快去吃午飯 我還會留下來吃 吃午飯 然後呢 你們有什麼 如果要跟我談 我真的很樂意 那我基本上我跟你講 我就是不懂 我一生受所有的科學教育 我讀過物理的PSD 我讀過化學跟 跟 biology的 master OK 我最強的是 math OK 那我喜歡的是文學 我喜歡的是歷史 歷史跟文學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學科 因為上帝是用歷史來啟示他自己 整本聖經裡面大部分都是歷史 OK 文學已經特別好玩 因為中國歷史五千年來 你能夠講到他的名字 如果扣掉皇帝跟宰相 應該是文學教 好不好這個打告 然後就結束了好不好 所以說我感謝你 帶我來到巴德這個地方 我以前來過幾次都是規劃這邊的環境 沒想到我們的學校竟然在這裡 並且環境還算是不錯 OK 希望能夠祝福這邊的學生 我相信台灣的存在 是這裡是培養上帝傳道人最重要的地方 整個全世界海外有五千萬個 由中國協議的 而這裡可能是最自由還能夠傳講神的道 最自由還能夠出版品 最自由能夠培養上帝仆人的地方 主啊 整個全世界最需要的是能夠認識神的話 最需要的是有人去跟他們傳講 上帝的福音 每個時代都不同 每個時代的人都不同 需要重新的再經過生命的轉變 能夠把神的話道成肉身 能夠活在他們當中 主啊 台灣只是一個小小的島嶼 但是很可能是全世界培養神仆人 最重要的地方 我感謝主設立了華神 主啊 是以全世界成為整個真理的工廠 你祝福我們這邊的學生 有人要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去 花光花亮 成為全世界最重要問題的解決者 因為他們是靠著主 來提供真理的答案 你祿福他們 我們有幸在其中 跟他們談一點話 跟他們一起吃午飯 我覺得對我們是莫大的榮譽 謝謝主 祷告祈求奉耶穌基督的名 謝謝各位